第341章人可以死,剑可以断。主上,见到这名白发中年男子,下方无数苍剑宗弟子眼中顿时出现了绝望之色。在之前,苍剑宗虽然被压制,但还能拼一拼,但是现在,随着这名白发男子出现,所有人都知道,没有希望了。 一点希望都没了,一选此刻心中也是有些茫然,这白发男子就站在空中,他气息全无,宛如与这天地同一体,深不可测。空中,白发男子双手附在身后,俯视着下方,他眼中,是默然,就仿佛在看着蝼蚁一般。 这时,白发男子突然道,苍剑宗,如果那位苍剑宗还在,倒勉强还有些意识,可惜,说着,他微微摇头,你苍剑宗之前不是有一座展现剑阵。来,给你等一个机会,催动剑阵。 赤刺信,也是面世,苍剑宗上空,陈北涵,扫过下方苍剑宗,如今的苍剑宗,一片狼藉。 片刻后,陈北涵轻声道,后事不可知,尽力足矣。 苍剑宗所有弟子听令,人可以死,剑可以断,但我苍剑宗的脊梁不能断。 声音落下,他又脚轻轻一跺,整个人冲天而起。 苍,一道剑鸣声响彻天际,空中,白发男子神色平静,蝼蚁,声音落下,他右手轻轻朝下一压,一道金色光束自天而降。 而空中那道剑光在接触到这道金色光束时,瞬间化作了虚无。 剑光之后,陈北涵哈哈一笑,来吧。 雨落,他腹部突然膨胀起来,下一刻, 空,一道金天剧响声响彻天际,紧接着,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天际猛的爆发开来。 这股力量所过之处,空间一阵阵击颤,仿佛要蹦碎一般,骇人无比。 自暴,陈北涵乃巅峰强者,这一自暴,那威力是何其的恐怖。 强大的力量席卷向那白发男子,简直毁天灭地。 而白发男子神色依旧平静,当那股力量来到他面前时,他右手朝前伸出,然后轻轻一压,这一压,仿佛整个天都沉了下来,一股无形的威压直接将那股力量碾碎。 天际恢复平静,见到这一幕,四周无数强者心中震撼不已。 无上之境,这必定是无上之境,好强,这苍剑宗今日是亡定了。 苍剑宗与这叶玄当真是不自量力,另一边,所有苍剑宗弟子神色悲愤,除了悲愤,还有绝望。 陈北涵自暴一击,然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挡了下来。 这种级别的强者,对所有人来说,就是神。 一旁,叶玄沉默着,他知道,面对这种级别的强者,他就算寄出借玉塔也无济于事,还是那句话,不是借玉塔不够强,而是他自己不够强。 面对这种强者,真的无力,就在此时,剑宗突然朝着白发男子走去,所有人看向剑宗,白发男子的目光也落在了剑宗身上。 看着剑宗,白发男子诞声道,你倒是不错,可惜,还是太弱。 剑宗诞声道,是吗?说着,他突然掐了一个手印,然后一直点在自己眉间。 翁,一道剑名声毫无征兆地在天际响彻,紧接着,在无数人的目光之中,一柄虚幻的剑突然出现在了剑宗眉间。 下方,叶玄身旁的月琪有些难以置信道,人剑合一,人剑合一。 叶玄看向月琪,什么人剑合一,月琪宗声道,一种剑道境界,大剑仙之上的境界,没想到,大师兄竟然修炼成功,不对,说着,他抬头看向天际的剑玄,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。 空中,白发男子眉头也是微微皱起,但是很快松开,人剑合一,不对,并不算是真正的人剑合一,不过,也极为难得了。 若是给你十年时间,你或许真的能与本主一战,可惜现在,若。 剑玄抬头直视白发男子,下一刻,他体内气息疯狂暴涨,与此同时,一股剑一直冲天际。 见到这一幕,下方的月琪脸色瞬间苍白了起来。 白发男子死死盯着剑玄,不计后果地提升自己修为,看来,你是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。 声音落下,他突然并指朝下一点,这一点,一处空间突然裂开,紧接着,一根句纸子其中钻了出来,当这根句纸出现之后,整个天际的空间都为之虚幻了起来。 这其中蕴含的力量,已经让得这片空间有些承受不住。 下方,剑玄突然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,剑光所过之处,空间竟然直接被撕裂开来。 在无数人的目光之中,这道剑光直接斩在了那根句纸之上。 空,整个天际剧烈一颤,而那根句纸轰然破碎,紧接着,一柄剑来到了白发男子的面前。 白发男子右手朝前伸出,这一掌,硬生生挡住了剑玄这一剑。 白发男子面前,剑玄突然怒吓,破,随着这道声音落下,他双手持剑朝前猛的一弦。 而这时,白发男子左手朝前就是一轰。 轰,一拳出,剑碎,人飞,剑玄这一飞,足足飞出了数百丈之远,而他还未停下来,白发男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,紧接着,一只手掌直接贴在了他腹部。 一瞬间,剑玄整个人直接直接虚幻了起来。 白发男子平静地看着剑玄,可感受到我这一掌的力量。 这就是神与蝼蚁之间的区别,懂。 声音落下,他收回右手,而剑玄身体渐渐虚幻起来,在他要彻底消失时,他突然轻声道,师尊,弟子无能,很快,剑玄彻底消失在了空中。 剑玄战死,而现在,苍剑宗这边的真玉法境强者也不过只要六位,其中苍山六剑先也只剩下乐旗,顾小贤,苍玄。 其中,苍玄已是重伤,苍剑宗败了,毫无悬念地败了。 此周,所有人看向了下方的叶玄,所有人都知道,眼前这位妖孽,今天就会夭折。 而一两年后,没有人再会记得叶玄是谁。 空中,白发男子看向叶玄,他打亮了一眼叶玄,微微点头,小小年纪便是正道剑先,还达到真玉法境,你这般天赋,比那剑玄还要优秀些许。 说着,他看了一眼四周,听说你背后还有一位强者,你可以叫他出来了。 本主想见识见识,这时,叶玄身旁的林从云突然站了出来,他看向白发男子,阁下,相信我,你不会想见识他的。 白发男子淡淡地看了一眼林从云,林虚心宫。 林从云点头,正是,白发男子平静道,曾经听闻过,林从云摇头一笑,看来你听的不是很多。 白发男子收回目光,他扫了一眼四周,最后目光落在了叶玄身上,怎么,他还是不出来。 神秘女子,叶玄轻笑了笑,下一刻,他突然冲天而起,持剑直斩那白发男子。 见到叶玄竟然动手,场中,护剑萌的强者顿时面露讥讽之色。 空中,白发男子右手朝下轻轻一压,这一压,刚冲出去的叶玄直接被镇压回到了地面。 砰,叶玄脚下,大地剧烈一颤,然后崩裂开来。 白发男子屈指对着叶玄就是一点,叶玄头顶的空间突然裂开,紧接着,一道金光积射而出,直轰叶玄。 而这时,一旁的林从云突然出现在叶玄头顶,他猛的一掌挥出。 空,林从云与叶玄同时被阵地连连暴退,两人停下来后,叶玄嘴角顿时溢出了一抹鲜血。 白发男子就要再次出手,这时,安兰秀突然出现在了白发男子面前。 后者看了一眼安兰秀,很快,他眼中闪过一丝诧异,未曾想到,除了那叶玄,你竟然也如此妖孽。 安兰秀没有说话,他突然消失,下一刻,他人已经在白发男子面前。 然而,也不见白发男子出手,安兰秀便是直接暴退百丈之远。 白发男子正要再次出手,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安兰秀面前。 老者对着白发老者微微一礼,在下安家家主安在天,我安家无意与互建盟为敌,还请阁下高台贵手。 白发男子看了一眼安在天,迟了,声音落下,他朝前一拳轰出,老者脸色勃然大变,双手相叠,猛地朝前一阵,这一阵,他面前的空间直接震荡起来。 轰,老者周遭空间直接崩灭开来,老者脸色大变,连忙带着安兰秀连连暴退。 白发男子没有管老者宇安兰秀,他看向下方的叶璇,既然他不出现,那就不浪费时间了。 声音落下,他突然出现在叶璇面前,紧接着,一股强大的力量突然朝着叶璇轰了过去。 这股力量之强,根本不是叶璇此刻所能对抗的。 不过,叶璇并没有坐以待毙,他面色猙獰,准备拼死一搏,而这时,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他。 正是月琪,月琪双手持剑猛的朝前一展,一道剑光宛如电光一般横斩而下。 轰,剑瞬间蹦碎,而月琪本人则已经出现在摆杖之外,他停下来后,肉身直接蹦碎开来。 见到这一幕,叶璇头脑瞬间一片空白,远处,白发男子半声道,蝼蚁,声音落下,他就要再次出手。 而不远处的月琪突然一声怒吼,下一刻,一股强大的威压突然间出现在了天地间。 月琪眉间,一座虚幻的小塔悄然凝聚,塔内,一道惊骇声突然响起,不能催动。 而月琪已经不管不顾,他体内,介玉塔剧烈颤动,每一层都在颤动,似是有什么在消失。 外面,月琪身体剧烈抽搐,蹊跷流血,害人无比。 介玉塔内,突然出现了一道道强大的威压,这些威压之强,比那护剑盟主上强了不知多少倍。 哈哈,突然,一道大笑声自塔内响起,而就在此刻,介玉塔顶端,最右边的那柄剑突然剧烈一颤,紧接着,一道剑光自塔顶震荡而下。 一瞬间,整个介玉塔恢复平静,唯有塔顶那柄剑在轻轻颤动着,发出低沉的剑鸣之声,似是在回应着什么。 第342章我让你说话了吗? 介玉塔内,所有气息纷纷消失,一切回归平静。 平静的不正常,而介玉塔外,夜玄整个人也渐渐恢复了平静。 空中,白发男子盯着夜玄,此刻的他,眼中有着一丝凝重,你方才没见那物是什么。 夜玄却是没有管白发男子,他抬头面向天际,轻声道,你来了吗? 白发男子顺着夜玄目光看向头顶,那里,什么也没有。 就在此时,他脸色突然一变,低头看向下方,下方夜玄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素群女子。 所有人都愣住了,因为没有人发现素群女子是如何出现的。 见到这名素群女子,不远处的陆尊主脸色顿时前所未有的凝重了起来。 神秘女子,终于出现了,下方,所有人目光都落在了素群女子身上。 一旁,林从云连忙走到素群女子面前,深深衣礼,见过前辈。 素群女子没有理任何人,他就那么看着夜玄,眼神漠然。 但是渐渐的,他眼神柔和了起来。 取酒后,他轻声道,是你。 简然,他确定了,夜玄指了指不远处,那里,一道魂魄静静飘荡着。 正是月琪的魂魄,夜玄轻声道,能救他吗? 素群女子看了一眼月琪,而这时,不远处的林从云突然苦笑。 夜小友,他肉身蹦碎,虽然留下魂魄,但是这魂魄虚幻,一时已经消失,他的生命印记已经没了。 所以,说到这,他没有说了,夜玄没有说话,就只是看着素群女子。 素群女子看着夜玄,他人生死,与我无关。 夜玄审声道,他是为了救我。 文言,素群女子转头看向远处月琪的魂魄,沉默一瞬,他右手轻轻一抬,月琪那道魂魄直接飘到了他掌心之中。 看着掌心之中月琪的魂魄,他面无表情,明。 声音落下,四周,许多光点突然朝着他手中汇聚而来。 见到这一幕,不远处的林从云一脸惊骇,连退束步。 一个人是有生命印记的,生命印记碰碎,那就意味着一个人结束了。 而现在,素群女子竟然强行凝聚了这月琪的生命印记,这种手段,已经是非人的手段。 一旁,素群女子凝聚了月琪的魂魄后,他又手往夜旋胸口轻轻一压,那道魂魄直接进入了戒狱塔,而在戒狱塔内,一缕剑光包裹着月琪的魂魄。 有着这缕剑光护体,可以说是万邪不清。 戒狱塔内,小灵儿好奇地看着月琪的魂魄,不过很快,他又看向了戒狱塔外的素群女子,眼睛貌猩猩。 戒狱塔外,素群女子看着夜玄胸前许久,最后,他轻声道,他是为了镇压那塔,对吗? 夜玄点头,是,素群女子沉默了片刻,然后道,你可知此塔是什么? 夜玄摇头,素群女子微微点头,不知也好,现在的你,知道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 说着,他看向夜玄,此塔非凡物,落于你身上,不一定是好事,不过,既然已经在你身上,那也不用逃避。 夜玄点头,好,素群女子扫了一眼四周,都是要杀你的人。 夜玄点头,是,素群女子看着夜玄,半声道,怎么想? 夜玄想了想,然后道,太优秀,糟人度。 素群女子看了一眼夜玄,脸皮倒是很厚。 另一边,那护剑萌的左护法突然道,想来你就是夜玄背后那位剑仙了,老夫原以为你不会出现,你,就在此时。 素群女子突然转身,下一刻,一道剑光突然自那左护法眉尖一穿而过。 诗,左护法身体直接僵硬起来,所有人呆若目击,素群女子看着那身体僵硬的左护法,面无表情,我们说话,你插什么嘴。 左护法呆滞地看着素群女子,到死她眼中都是难以置信。 因为她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是怎么死的。 而四周,所有人神色皆是戒备了起来,素群女子的实力,让他们感激到了恐惧。 就在此时,空中的白发男子突然看向夜玄,我想起来了。 夜玄面前白发男子,白发男子死死盯着夜玄,你没接纳他,是星际玄赏榜榜一支物。 星际玄赏榜,听到白发男子的话,林从云脸色一变,他看向夜玄,小友,你那物,夜玄苦笑,我也不知是什么。 林从云审声道,若真是星际玄赏榜之物,那小友要千万小心,因为能够上这星际玄赏榜的物品,无异不是天地兼至宝,而小友这物若是排在第一,这若是传出去,小友这,说到这,似是想到什么。 他看了一眼素群女子,没有说话了。 有这素群女子在夜玄身边,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 夜玄则是苦笑,他如何不明白林从云的意思,这介于他今天现身,这日后麻烦怕是会有不少了。 空中,白发男子看着夜玄,未曾想到,你身上竟然有这等至宝。 这倒是便宜我了,便宜你,素群女子看向白发男子,你算个什么垃圾玩意。 听到素群女子的话,场中众人皆是愣住,居然问护戒盟主上是什么垃圾玩意。 空中,白发男子死死盯着素群女子,看来,你很自信。 说着,他双手附在身后,俯视着素群女子,来,让我看看,究竟是什么让你有如此的自信。 素群女子突然出现在白发男子面前,他看着白发男子,你弱得连让我出见的想法都没有。 声音落下,他又脚轻轻一跺,空,在众人的目光之中,那白发男子直接暴退了足足千丈之远。 见到这一幕,所有人呆若目击,而远处,千丈之外,白发男子此刻也是有些难以置信,因为他此刻的肉身竟然已经军裂。 这一刻,他才真正意识到了眼前之人的恐怖。 白发男子死死盯着素群女子,正要说话,就在此时,素群女子突然在此消失。 白发男子脸色大变,右手猛地朝前一掌拍下。 空偶,整个天际剧烈一颤,而这时,一道人影飞了出去。 正是白发男子,而这一刻,白发男子双臂已经消失。 见到这一幕,下方的陆尊主等人脸色瞬间苍白了起来。 空中,素群女子平静地看着白发男子,不杀你,是怕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弱,现在知道了吗? 白发男子死死盯着素群女子,你到底是谁? 素群女子没有说话,她又脚再次轻轻一跺,远处,白发男子脸色骤变。 下一刻,她一声怒吼,一股强大的力量自她体内席卷而出,然而这股力量当一出现便是蹦碎。 空,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,白发男子连连暴退,而在退的过程之中,她身体寸寸崩裂。 数百丈外,白发男子肉身已经消失,只剩下灵魂。 素群女子看了一眼白发男子,知道自己有多弱了吗? 白发男子眼中有些茫然,显然,素群女子的强大,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。 而素群女子也没有直接杀死白发男子,她缓步走向白发男子,而这时,白发男子突然看向她。 下一刻,她掌心摊开,一道光点冲天而起,直入茫茫星空深处。 素群女子停下脚步,她看了一眼天际星空,但声道,终于叫人了吗? 白发男子神色有些难看,你再故意等我叫人。 素群女子面无表情,杀人,自然要杀个干钱静静才行。 听到素群女子的话,一旁周围的那些强者脸色大变,一些人转身就要走。 这个时候,所有人都知道,护戒蒙完了。 杀叶玄,见在他们脑中已经没有这个念头,他们现在想的就是逃。 而就在此时,不远处的素群女子突然屈指一点,一点见光悄然出现在天际尽头。 吃吃吃吃吃,六七名真欲法镜强者的脑袋直接飞了出去。 见到这一幕,其余的人顿时停在了原地,不敢动。 素群女子看了四周众人一眼,我让你们走了吗? 文言,众人神色一变,其中,苍兰学院院长秋元突然站了出来。 她对着素群女子微微一礼,前辈,我,素群女子突然看向秋元,我让你说话了吗? 声音落下,她玉手突然轻轻一挥。 吃,秋元脑袋直接飞了出去,鲜血如注。 见到这一幕,场中众人脸色大变,纷纷暴退,但却不敢离开。 空中,素群女子双手附在身后,她仰望着天际星空,过了片刻,似是想到什么,她转身看向不远处的叶玄,准确地说是在看着叶玄体内的介玉塔。 看着塔顶那三柄剑,她眼中出现了一丝波澜,显然,似是意起了什么往事。 就在此时,天际星空之中,一道强大的气息巧然凝聚,紧接着,一道虚幻的影突然出现在了苍剑宗上空。 那道虚影还未宁实,素群女子右手一挥,一道剑光自天际一闪而过。 诗,那道虚影直接破碎,素群女子抬头看向天际星空深处,太弱了。 来一个能打的,第343章你敢,太弱了,场中,寂静无声,即使此刻的那白衣男子也是一脸惊骇,现在的她,是真正的剧了。 因为她没有想到眼前这素群女子的实力强大到了这种程度。 别说白衣男子没有想到,场中无数人都没有想到,就连叶璇都没有想到素群女子竟然如此的恐怖。 因为她对素群女子的实力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。 这素群女子究竟有多强,她也不知道。 就在此时,星空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,阁下是何人,为何来为央心欲? 素群女子看了一眼天际星空,要死之人,为这多作甚。 声音落下,她右手摊开,一瞬间,四周的风突然朝着她掌心汇聚而来。 很快,一柄如水一般的剑出现在了她掌心之中。 下一刻,剑冲天而起,直入茫茫星际。 坠西后,在那遥远的天际星空深处,一道惨叫声突然响起,紧接着,一颗血淋淋的脑袋自星空之中缓缓坠落。 某处星空中,一道惊骇声突然响起,她就是那一路疯闯心欲的神秘女子,她已经斩杀了不下二十多位星际秩序者。 还有星际星官,是她,她为何来我未央养心欲,她去了清仓界,那是护戒盟的地盘,护戒盟惹大祸了,还管。 这护戒盟每年都会上交大量紫园金,怎么管。 去送死吗?此人如此蔑视我未央养心欲,难道就认由她如此? 这人刚说到这,一道剑光突然自她面前的空间闪了出来,下一刻,其脑袋直接飞了出去。 这人身旁,另外一人呆了呆,然后连忙伸伸一礼,前辈随意,我等绝不插手护戒盟之事。 说完,她又伸伸一礼,沉寂一瞬,一道声音突然在她面前响起,滚。 那人连忙转身消失在了原地,经苍剑,作曲女子收回目光,她看向不远处的白发男子,已是灵魂体的白发男子死死盯着她,正要说话,而就在这时,一缕剑光突然自她眉间一穿而过。 白发男子被剑死死盯着,无法动弹,而那丙剑似是有什么奇异力量,正不断地吞噬着白发男子。 白发男子惊恐道,你,你做什么,素群女子右手一招,白发男子身体突然化作一团白光出现在了她手掌中。 下一刻,她转身对着叶玄轻轻一映,那道白光直接没入叶玄眉间。 这,叶玄有些不解,素群女子半声道,你灵魂偏弱,这个给你补补。 叶玄,那团白光入体后,叶玄顿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进入了自己体内,然后整个身体都在开始颤动。 吞噬灵魂,不远处,林从云看着叶玄,有些羡慕, 这白发男子的实力可是极强强大的,这种人的灵魂是何其的恐怖。 叶玄吞噬掉这白发男子的灵魂,可想而知,这叶玄的灵魂力会增强到何种程度。 而就在这时,素群女子突然转身看向四周,见到素群女子看来,那些人脸色大变,纷纷后退。 不远处,陆尊主突然走了出来,他微微一礼,前辈,我等愿意,话音未落,一柄剑已经冻穿他喉咙。 诗,尖血如喷泉一般自陆尊主喉咙触击射而出,他死死盯着素群女子。 素群女子面无表情,今日,想杀他之人,一个也活不了。 声音落下,他屈指一点,一缕见光击射而出,刹那间,四周一道道惨叫声不断响起,一颗颗血淋淋的脑袋一个接着一个飞出去,场面血腥至极。 不一会,场中数十名真玉法竟强者脑袋全部搬家。 而正在吞噬的叶玄似是想到了什么,他连忙屈指一点,他手指上带的铲优戒顿时飞了出去,一瞬间,四周那些真玉法竟强者化作一道道能量朝着铲优戒汇聚而去。 素群女子看了一眼叶玄,没有说话,而此刻四周,只剩下苍剑宗的人,自是想到什么,素群女子突然出现在了叶玄体内的界域塔内。 他来到了塔顶,看着塔顶的三饼剑,素群女子沉默了。 这时,小灵儿突然飘到了素群女子面前,素群女子看了一眼小灵儿,小灵儿灿暗一笑,然后小手指了指面前那三饼剑。 素群女子指了指最右边那饼剑,然后道,我的。 小灵儿眨了眨眼,然后又指了指另外两把。 素群女子轻声道,两位故人的。 说完,他带着小灵儿来到了第二楼,第二楼内,二楼大神周身正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力量。 素群女子右手轻轻一压,二楼大神周身散发的那股力量顿时涌回到了他体内。 片刻后,二楼大神睁开了眼睛,他看向素群女子,轻声道,多谢。 素群女子诞声道,曾经我答应过你的。 二楼大神点了点头,没有说话。 素群女子看了一眼二楼大神,你自由了。 二楼大神点了点头,就要离开,而这时,素群女子突然道,你应该知道此塔。 二楼大神犹豫了下,然后轻声道,知道些许。 素群女子诞声道,此物不简单,落在他身上,虽然代表着无数的麻烦,但也是一个天大的机缘,你明白我的意思吗? 二楼大神沉默,素群女子又道,以你之能,最多在上一层便是你的极限。 若是留在此塔内,日后可借助此塔拥有无限可能。 当然,一切由你自己抉择。 二楼大神看了一眼素群女子,有你在,她不会有危险。 素群女子摇头,此非我本体,而且,此塔封印,二楼大神神色也是有些凝重。 因为叶玄之前强行催动这塔,这塔内的封印可以说已经快支离破碎。 二楼大神沉声道,你可以直接解决他们,不是吗? 素群女子抬头看了一眼,摇头,此塔已与他神魂相连,他们生死一体,若是杀塔内之人,封印必破,封印若强行破,会伤他。 二楼大神明白了,素群女子顾忌的不是塔内的人,而是顾忌这塔。 素群女子看向二楼大神,你自己考虑考虑。 说完,他离开了塔内,塔外,叶玄还在疯狂吞噬,他周身的气息越来越强,强到他此刻已经快支撑不住。 见到这一幕,素群女子右手突然按在叶玄头顶,下一刻,一道剑意渗入叶玄体内,很快,叶玄周身气息渐渐地恢复平静。 素群女子收回手,轻声道,你的灵魂已经得到增强,但是体内还积蓄了许多灵魂之力以及你方才吸收的那些能量,你现在身体还无法彻底将其吸收,我已经将它们镇压在你体内,你日后可慢慢吸收。 叶玄点了点头,明白,说完,他双手缓缓紧握了起来,这一刻,他感觉自己体内充满了力量,特别是自己的灵魂,因为现在的他,已经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灵魂。 不过,对于这灵魂,他还是有些不太懂,素群女子看着叶玄,看着看着,他神色渐渐变得有些复杂。 叶玄轻声道,前辈,你对我,素群女子转头看了一眼四周,片刻后,他看向叶玄,轻声道,你体内那塔,我很担心。 叶玄审声道,前辈,这究竟是什么塔,素群女子摇头,此塔非凡物,具体是什么,我也未能看穿,当初在星空之中遇到他时,只知他在到处囚禁天地兼至强者。 按我猜猜,他应该是某处世界的,说到这,他没有说了。 叶玄连忙问,是某一处世界的什么? 素群女子轻声道,你现在还很弱,知道一些东西,并没有好处。 叶玄苦笑,你看,我已经见仙,不弱了。 素群女子指了指天际,知道这世界有多大吗? 叶玄摇头,素群女子又指了指叶玄腹部,你可知塔内上面被关押的那些存在有多强。 叶玄摇头,素群女子轻声道,刚才那白发男子你见到了吗? 叶玄点头,很强。 素群女子诞声道,你塔内所以被关押的存在,都要比那白发男子强很多很多。 叶玄愣了愣,然后连忙道,二楼大神也这么强。 素群女子点头,她实力还未彻底恢复,否则,这片天地间,没有人能够挡得住她。 说到这,她看向叶玄,除她之外,之上的几位,更是强得超出你的认知。 叶玄犹豫了下,然后道,可以干掉他们吗? 素群女子点头,可以,叶玄心中一喜,连忙道,把他们都干掉。 特别是第四楼,那个家伙坏得很,素群女子又道,干掉他们可以,不过,你也得死。 叶玄愣了愣,然后道,为什么? 素群女子诞声道,他们还在封印内,受封印所困,也受封印保护,我若要杀他们,就必须强行破开封印。 而封印于此塔一体,而你与此塔为一体,破封印,此塔受损,你必死。 说到这,她轻声道,所以,我只能封印他们。 你敢,就在这时,一道怒吼声突然自戒玉塔内响彻,一瞬间,叶玄脑袋如遭重击,直直倒了下去。 第344章报复,就在叶玄倒下去的那一瞬间,一只手突然按在了她肩膀上。 素群女子的手,素群女子看着叶玄腹部,下一刻,她直接进入了叶玄体内。 而此刻叶玄体内,戒玉塔正在微微颤抖着。 随着素群女子的进入,戒玉塔一瞬间恢复了正常。 素群女子站在戒玉塔上,她俯视着戒玉塔,冷笑,我不敢。 若不是因为她,我面了而等。 说着,她又脚轻轻一跺,轰,整个戒玉塔剧烈一颤。 戒玉塔外,夜悬顿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。 塔内,素群女子俯视着戒玉塔,面无表情,一群垃圾。 戒玉塔内,那道声音再次响起,女人,你猖狂个什么? 若不是被此塔镇压数千年,你这种,本心一只手便可灭之。 素群女子诞生道,布拉基,怎么会被镇压? 若不是怕伤她,无今日就灭了而等。 说着,她直接离开了戒玉塔。 而戒玉塔内,一道道咆哮声不断响起,该死的女人, 她日本先出塔之日,就是你与这蝼蚁命丧之时。 戒玉塔外,夜悬满脸黑线,蝼蚁,这是在说自己吗? 素群女子看着夜悬,感受到了吗? 夜悬点头,素群女子诞生道,有何想法? 夜悬苦笑,我没有想法。 素群女子道,陪我走走。 说着,她转身朝着远处走去,夜悬跟了上去。 路上,素群女子缓缓走着,她没有说话,就那么静静地走着,夜悬也没有说话。 一处河边,两人沿河而下。 过了许久,素群女子坐到一旁石头上,而夜悬再静静站在她身旁。 看着远处天际,素群女子轻声道,你可知我寻了你多久。 夜悬微微一愣,找我,素群女子转头看向夜悬,她眼中闪过一抹担忧,你身怀重宝,实力却微弱,而我本体离此界太远太远,或者,已经不在此间宇宙。 说到这,她微微摇头,轻声道,还有你这塔,此塔也非凡物,塔内那些存在弱实出来,必不会放过你。 夜悬苦笑,我的处境还是很糟糕啊。 素群女子起身,她掌心摊开,一旅剑光突然飘了出去,剑光飘至星空,然后消失在了星空深处。 那是,夜悬有些不解,素群女子轻声道,联系两个故人,还有我的本体以及分身,若是他们见到这旅剑光,会来相助你解决你体内这塔之危。 而我的本体与最后一缕分身,我已经感应不到,说着,她正说道,你要记住,努力变强。 此塔是一个天大的机缘,但我已能感觉到,这也是一个天大的因果,你若是实力不够,就无福拥有它,明白吗? 夜悬点了点头,明白,说到这,她犹豫了下,然后轻声道,你要走了吗? 素群女子微微一笑,算是吧? 说完,她突然一直点在夜悬眉间,一瞬间,借于塔塔顶最右边的那柄剑剧烈一颤,下一刻,一道剑光突然自塔顶倾泻而下。 塔内,一道西斯底里的声音突然响起,该死的女人。 你以为你能避佑她一辈子吗?你以为你能吗?你,声音渐渐地弱了下去,直至消失不见。 借于塔外,素群女子身体则渐渐地虚幻了起来。 见到这一幕,夜悬愣了愣,然后连忙道,你,你要如之前一般化作剑气镇压这塔。 素群女子点头,夜悬轻声道,为何对我这般好? 素群女子笑了笑,没有说话,就这样,她身体渐渐地虚幻了起来。 就在她要彻底消失时,她轻轻抚摸了一下夜悬的脸颊,好好活着,一定要好好活着,明白吗? 说完,她彻底消失在了夜悬面前,夜悬站在原地许久许久,介于塔内,随着那道剑光渗入介于塔, 整个介于塔彻底安静了下来。介于塔再次恢复平静,过了许久,夜悬转身离去,夜悬回到了苍剑宗,而此刻,苍剑宗一片狼藉,除此之外,清苍剑真欲法竟强者在今天可以说是损失了九成。 至于护建盟,已经是全军覆没,一个都没剩。 远处,安兰秀与安在天走了过来,安在天打亮了一眼夜悬,微微一笑,没有说话。 安兰秀走到夜悬面前,轻声道,我要走了。 回安家,叶玄问,安兰秀摇头,离开清苍剑,叶玄愣住,离开清苍剑,安兰秀身旁,安在天笑道,清苍剑之上,也就是心律之中,有一学院,明神医学院,是我们这位央心律最好的一座学院。 小安获得了邀请,这对她来说,是一个机会。 神医学院,叶玄想了想,然后道,我也可以去吗? 安在天笑道,一小有这天赋,去的话,自然可以。 叶玄笑道,好,若是有机会,我也去看看。 安在天微微一笑,没有说话,对于叶玄与安兰秀之间的事情,她自然不会多加干涉,因为叶玄足够优秀。 而且叶玄背后,显然是有着一方大势力啊。 叶玄面前,安兰秀轻声道,回见。 说完,她转身就要离去。 这时,叶玄突然道,慢着。 安兰秀转身,叶玄连忙拿出了一柄长枪递给安兰秀,这柄长枪,正是那柄坟禁。 天街上品,叶玄咧嘴一笑,偶然所得,送给你。 安兰秀看了一眼那柄枪,她没有拒绝,收起坟禁轻轻耍了耍,然后看向叶玄,好枪。 叶玄笑道,喜欢就好。 安兰秀微微点头,喜欢。 说着,她看了一眼叶玄,玄门已经保送叶玲去神医学院。 说完,她转身离去,安兰秀看了一眼叶玄,她犹豫了下,然后道,小友若是要为月旗剑仙重塑肉身。 最好是去一趟神医学院,因为那里,应该可以为月旗剑仙重塑肉身。 叶玄正说道,多谢告知。 安兰秀微微一笑,告辞。 说完,她转身消失在了天际尽头,走了,神医学院,叶玄心中默默记下了这个学院。 叶玄转身走到了不远处,顾小贤静静坐在那里,她双目无神,不知在想什么。 叶玄走到顾小贤面前,轻声道,顾师叔。 顾小贤看向叶玄,现在起,你就是苍剑宗宗主。 说完,她转身离去,叶玄突然道,顾师叔,你是要离开苍剑宗吗? 顾小贤停下脚步,轻声道,这是家,我要守着他们。 说完,她朝着远处走去,叶玄沉默了片刻,然后走到不远处苍玄面前,苍玄微微摇头,轻声道,都不在了,都不在了。 页玄沉默,虽然苍剑宗胜利了,但是,苍剑宗却有许多人不在了。 陈北韩,剑玄,还有连笔弦,战铁。 页玄站在原地许久许久,突然,她扫了一眼四周,传令下去,所有苍剑宗弟子集合。 随着页玄声音落下,四周那些苍剑宗弟子很快便是聚集过来,现在苍剑宗只剩下不到一百人。 不到一百人,这已经是苍剑宗最后的人了。 页玄转身面向众人,轻声道,这是结束了吗? 众人看着页玄,页玄抬头看向天际,这是还未结束。 今日凡是来灭我苍剑宗的势力者,他们都该死。 走,声音落下,页玄带着页玄来到了北韩宗。 当页玄带着一百来名苍剑宗弟子来到北韩宗时,北韩宗所有人脸色大变。 简然,苍剑宗的事情,他们已经得知,北韩宗外,一名老妇走到页玄面前。 他看着页玄,轻声道,页玄,我北韩宗,就在这时,页玄突然消失在原地。 下一刻,那名老妇脑袋直接飞了出去。 页玄面无表情,杀,声音落下,他直接冲了过去,而他身后,一百来名苍剑宗弟子也是冲了出去。 报仇,对页玄而言,那些去帮护戒蒙灭苍剑宗的势力,他一个都不会放过。 而这北韩宗,只是第一个,很快,北韩宗内,一道道惨叫声不断响起,很快,无数北韩宗强者开始逃,但是,没有人比页玄的剑还快。 剑在整个青仓界,能够拦住他页玄的,已经没有几个。 大约半个时辰后,页玄等人停了下来,而整个北韩宗内,所有强者已经被突进。 不对,还有一个,北韩宗大殿前,叶玄手持常见鞋指地面,在他面前不远处,有十几名小女孩,这些小女孩年纪很小,与叶玲一般差不多。 这些小女孩看着叶玄等人,眼中满是畏惧,其中几个小女孩更是瑟瑟发抖。 叶玄沉默着,就在此时,一名小女孩突然颤声道,你,你是叶玲低哥哥吗? 叶玄看向那小女孩,小女孩朝后缩了缩,颤声道,你,你会杀我们吗? 叶玄转头看向一旁一名苍剑宗弟子,如果我们输,他们会放过我苍剑宗那些年轻弟子吗? 那名弟子摇头,叶玄轻声道,但是我们要放过他们。 众人看向叶玄,叶玄轻声道,记住,我们是人,不是畜生。 说着,他持剑,指过那些小女孩,你们之中许多人,眼中有怨恨,没有关系,日后若是要报仇,我苍剑宗欢迎你们。 说完,他带着苍剑宗众人转身离去。 第345章离开青苍剑,就这样,叶玄带着苍剑宗等弟子离开了北韩宗。 当然,离开之时,北韩宗所有的财物都已经被叶玄带走。 而离开北韩宗后,叶玄带着众人来到了护戒山。 此刻的护戒盟,已经空无一人。 护戒殿内,叶玄看着四周,沉默了许久许久,然后轻声道,所有东西带走。 半个时辰后,叶玄等人离开了护戒盟,而护戒盟的所有宝物都已经被叶玄等人带走。 叶玄等人并没有回苍剑宗,而是去了下一家。 早当,很快,凡是去苍剑宗帮护戒盟的势力,一个接着一个消失。 疯狂报复,叶玄带着苍剑宗弟子疯狂的报复,而这些势力的真欲法竟强者基本都已经被神秘女子杀掉。 因此,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抵挡住叶玄等人。 很快,叶玄带着苍剑宗弟子来到了最后一个势力。 苍兰学院,苍兰学院上空,一名老者挡在了叶玄等人的面前。 此人,正是纪允的师尊,老者看着叶玄等人,神色有些复杂,可否看在小允的份上放过苍兰学院。 叶玄摇头,抱歉,我这一次,代表的是苍剑宗。 声音落下,他右手轻轻一压,杀,随着叶玄声音落下,他身后的那些苍剑宗弟子全部朝着苍兰学院冲了下去。 叶玄面前,那老者脸色一变,就要动手,而这时,一柄剑已经抵在他眉间。 老者看着叶玄,叶玄轻声道,如果想死,就动手。 老者死死盯着叶玄,没有说话,半个时辰后,叶玄带着苍剑宗弟子离开了苍兰学院。 空中,老者看着下方一地的尸体,眼中有着一丝悲哀。 当初苍兰学院要去针对叶玄时,他就极力反对,然而,邱元认为叶玄必败无疑。 一个错误的决定,苍兰学院千年传承,毁于一旦。 片刻后,老者低声一叹,转身离去,苍剑宗,叶玄带着众人回到了苍剑宗,如今的苍剑宗,六风都已经崩塌,一片狼藉。 看着面前的苍剑宗,叶玄身后众人神色皆是黯然了下来。 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了,这时,叶玄轻声道,轻点一下人数,将那些死去的人安顿好。 身后,一名苍剑宗弟子巍巍一礼,尊。 说完,他带着一批人转身离去,叶玄来到了曾经的云剑峰,这里,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。 叶玄坐在废墟上,他就那么坐着,一坐就是一碗。 好多人都不见了,陈北韩,剑玄,连笔弦,战铁,还有月琪。 月琪,讲到这,叶玄连忙进入了戒狱塔,塔内,叶玄来到了月琪的灵魂前,此刻,月琪的灵魂正被一缕剑光包裹着。 重塑肉身,月琪的问题,不单单是需要重塑肉身,还需要修复灵魂。 虽然是一个极为麻烦的事情,但还好,有希望就好。 到一学院,讲到这,叶玄离开了戒狱塔,必须尽快将这清仓界的事情处理完,然后去到一学院。 要重建仓剑宗,最需要的是钱,而他叶玄现在,最不缺的就是钱,可以说,他现在是清仓界最富有的人。 要知道,他们之前去报复的那些势力,可都不是一般的势力,这些势力继续的财富,都在他手里。 各种宝物,零食,多的他都以金属不清。 叶玄在苍剑宗范围内的山脉之中重新寻了几座山脉,于是很快,一座座大殿重新屹立在了这些大山之上。 而叶玄,则是回到了青州。 回到青州后,叶玄第一届势便是发出了一道召唤令,很快,曾经的苍蓝学院学生纷纷回到了苍蓝学院。 苍蓝殿前,叶玄静静坐着,一个个人不断来他面前深深一礼,现在,他面前不远处,已经占了二十多人。 全部都是曾经的苍蓝学院学员,就在这时,远处突然传来了大地颤动的声音,叶玄抬头看去,不远处山下,一百来名骑兵正骑骑冲来。 苍蓝道兵,这些苍蓝道兵速度很快,眨眼间便是来到了苍蓝殿前,一百人骑骑下马,然后对着叶玄单膝下跪,见过院长。 众人声音,毫不掩饰着兴奋与激动,等这一天,他们已经等了许久,叶玄轻声道,起来吧,声音落下,一百来人站了起来,然后安静地站到了一旁。 就在这时,一道倩影突然自远处一闪而过,很快,一名女子出现在了叶玄的面前。 江九,江九看着叶玄,突然,她伸出一根玉指轻轻挑起叶玄下巴,可还记得我。 叶玄起身,她轻轻拥住江九,轻声道,小九,闻言,江九郊躯微微一颤,很快,她双手还住了叶玄的腰支,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,叶玄笑道,怎么会。 说完,她看向江九身后,在江九身后,站着十人,这十人,正是她当初挑选的那十人。 而此刻,这十人,已经是玉法静,玉法静,见到这一幕,叶玄心中颇有些震惊,江九突然笑道,可是有些震惊,叶玄点头,江九转头看向那十人,面色冰冷,还不见过院长。 十人看向叶玄,没有人动,见到这一幕,江九带眉微醋,而就在这时,叶玄笑道,他们膨胀了。 声音落下,他人已经消失不见,下一刻,砰砰砰砰,在众人的目光之中,那十人直接飞到了百丈之外,而十人在地上挣扎了大半天才慢慢爬了起来。 见到这一幕,四周众人大惊,特别是那十人,要知道,他们现在都已经是玉法静,可以说在这心中是最顶尖的强者。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,竟然在这叶玄面前,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 江九心中也是震惊不已,他知道叶玄实力变强了,但是没有想到变得这么强。 此时想到什么,他转头看向那十人,还不见过院长。 十人慢慢站了起来,正要行礼,而这时,一股强大的剑意突然笼罩住了十人,一瞬间,十人直接跪在了地上。 叶玄缓步走到了十人面前,怎么,我若是实力不强,你们就不认我了。 十人大汗淋漓,没有说话,叶玄面无表情,右脚轻轻一跺。 空,十人直接趴伏在了地上,与此同时,每一个人的骨头都在卡擦作响。 叶玄诞声道,你们有今日成就,是怎么来的? 这时,其中一人颤声道,是院长所赐。 叶玄面无表情,然后呢,那人连忙道,我等知错,还请院长见谅,叶玄摇头,他转身看向不远处的江九,他们的实力提升了, 但是这人品,我很不满意。 所以,我决定收回他们的一切,至于他们的一身修为,算我送给他们了。 说完,他转身看向十人,你们自由了。 闻言,那十人脸色大变,十人连忙哀求,然而,叶玄已经转身离去。 不远处,江九看了十人一眼,神色颇为复杂,你们觉得自己达到了欲法境,已经是这亲周至强者,你们觉得他需要依赖你们,需要你们更胜过你们需要他,所以,你们对他,没了之前的尊敬。 可惜,你们没有想到,他比你们更加强大,强大到你们望尘莫及。 说到这,他微微一顿,然后又到,今日起,你们自由了,以后,不会有人再给你们提供修炼资源,也不会再有人来培养你们。 说完,他转身离去,江九身后,十人脸色瞬间苍白了起来,没了修炼资源,这对他们来说,无疑是致命的,因为他们能够成长到现在,就是因为只要修炼,其他什么都不用管。 而现在,他们没有这个待遇了,远处,那些苍蓝学院学员与苍蓝道兵看了一眼这十人,然后转身离去。 对于他们来说,叶玄就是至高无上的,而且,他们对叶玄的尊敬,不单单是因为叶玄强大的实力,还因为叶玄曾经为他们做的一切。 叶玄殿内,叶玄静静站着,在他身后,是江九,江九看了一眼叶玄,轻声道,为何那般生气? 叶玄摇头,不是生气,而是他们已膨胀,膨胀的人,我不需要。 这种人若是留着,日后我若是不在,你们压不住他们的。 不在,江九带眉微醋,你要离开青州,叶玄摇头,并非青州,而是离开青苍界。 离开青苍界,江九眉头皱得更深,要离开青苍界。 叶玄点头,这一次来,就是带你们前往中土神州,在那里,大家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。 江九审声道,那这青州,叶玄轻声道,自然不能放弃,留一些人在这里,让他们继续招生。 江九想了想,然后点头,也可。 叶玄微微一笑,然后与江九来到了英灵殿,殿内,叶玄走到继允灵牌前。 片刻后,他轻声道,继老,苍丸学院很快便是会成为青苍界最大的学院。 就在这时,他眉头微微皱起,然后拿出了一枚传音时,很快,一道声音自其中传了出来,古巫族出事了。 第346章离开,古巫族出事,叶玄眉头皱了起来,沉默片刻后,他转头看向江九,我得回中土神州一趟,你稍后带着苍兰学院弟子以及道兵赶来中土神州。 江九点了点头,轻声道,小心,叶玄微微点头,你也是。 但是,说完,他直接消失在了原地,就在叶玄离去不久,一名女子来到了苍兰学院,此女,正是宁国国主拓跋燕。 当得知叶玄已经离开后,拓跋燕在原地沉默了许久许久才转身离去。 叶玄回到中土神州后,立即赶到了古巫族,而当他来到古巫族后,他脸色顿时变了。 整个古巫族,已经没有一个人活着,叶玄连忙四处寻找,找了一大圈,没有见到魏央天。 这时,苍玄出现在了叶玄身后,他看了一眼眼前一地的尸体,审声道,这古巫族被人灭组了。 叶玄脸色阴冷,可知是谁做的?苍玄摇头,无声无息,能够做到这点,除了之前的护建盟外,就圣玄门,护建盟显然已经不可能。 至于这玄门,他们根本没有理由对古巫族下手。 叶玄审声道,不是他们,那还有谁?苍玄看了一眼四周,难道说,这青苍界还有神秘势力? 说到这,他自己确实摇头,不太可能,如果有这种势力,不可能瞒过我苍剑宗与护建盟。 而如果不是这青苍界的势力,那就可能是青苍界之外的势力。 青苍界之外,叶玄似是想到什么,他连忙拿出了一枚传音时,然后他开始联系魏央天,过了片刻,一道低沉的声音子其中传了出来,何人? 不是魏央天的声音,叶玄脸色一沉,你是何人?那小女还在何处? 那边沉默了片刻后,然后道,滚!声音落下,那边彻底没了动静。 场中,叶玄脸色阴沉的可怕,片刻后,他突然觉得,魏央天应该不会有事。 因为这丫头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神秘,绝对不是一般人,而这一次变故,极有可能与他有关。 片刻后,叶玄轻声道,苍玄师叔,传令下去,帮我寻找一人。 他叫魏央天,苍玄微微点了点头,好。 说完,他转身离去。 某处星空之中,九头长达近千丈的巨龙拖着一辆龙车翱翔而过,每一头巨龙都散发着一股毁天灭地的龙微。 龙车之上,盘坐着一名小女孩,如果叶玄在这,肯定会震惊无比,因为这名小女孩,正是魏央天。 而在四周,还有三十人,这三十人皆是身穿白色长袍,手持黑色长杖,每一个人气息皆是身不可测。 不知过了多久,龙车上的魏央天突然睁开了眼睛,他眼中有着一丝茫然,但是渐渐变得清晰。 片刻后,他似是想到了什么,转头看了某个方向一眼。 这时,他身旁不远处一名白袍人突然攻进伊里,天主可是有事。 魏央天收回目光,轻声道,轮回之中伊里杂念而已,白袍人在此伊里,然后道,可须属下替天主斩去。 魏央天冷冷看了一眼白袍人,滚,白袍人脸色大变,连忙攻进地退到了一旁。 就这样,一行人朝着远处星空深处而去,渐渐的,一行人彻底消失在了茫茫星空之中。 清仓界,如今的清仓界,可以说仓建宗是一家独大,因为现在整个清仓界,除玄门外,也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与仓建宗抗衡。 而玄门又是一个基本不怎么现实的势力,因此,现在整个清仓界,仓建宗可以说是最强者。 而将久也是带着苍兰学院的道兵以及学员来到了中土神州,而现在苍兰学院的总部,就在云空城。 曾经这云空城是互建盟的,但是现在,是他叶玄的。 不仅如此,叶玄还将林涵与纪半庄等人都叫来了云空城。 一间大殿之中,叶玄看着面前的林涵等人,微微一笑,许久不见了。 林涵等人看着叶玄,也是满脸笑容,如今的叶玄,在清州的名气可以说是如日中天。 真正的如日中天,现在整个清州,没有人的名气能够比得上叶玄。 叶玄笑道,照你们来此,除了想与你们叙叙就外,还有一事,就是我即将要离开清仓界。 离开清仓界,众人愣住,既扮装眉头微皱,去心域之中,叶玄点头,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,所以,最多几日,我便是会离开清仓界。 去哪?林涵突然问,一玄笑道,道义学院,这学院好像是我们这片心域最好的学院,你们也要好好修炼,日后来此学院寻我,明白。 林涵苦笑,我们怕是没有那能耐,一悬摇头,你们天赋都不差,确得可能就是紫园,而在我苍蓝学院内,你们不用担心修炼紫园,可以安心地修炼,我相信,过不了多久,你们都将达到真欲法境。 他这话道不是客气话,因为眼前这些人的天赋确实都很好,特别是林涵与纪扮装,这两人现在就已经是欲法境巅峰,你真欲法境也只有半步。 除此之外,莫云奇与白泽还有纪安之也是,这三人的天赋同样不差,只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,达到真欲法境,完全不是问题。 一天后,叶玄全部交代清楚后,回到了苍剑宗。 重修的苍剑殿内,殿内只有三人,叶玄、苍玄、顾小贤。 苍玄看着叶玄,审声道,你不多等几年再去到义学院。 叶玄摇头,没那么多时间等了,他可没忘记肃群女子交代过的,他必须努力变强,因为这届玉塔现在虽然平静了,但是他知道,这只是暂时的。 他不能永远靠肃群女子,除此之外,他还要为月琪重塑肉身,这事也耽搁不得。 听到叶玄的话,苍玄犹豫了下,然后低声一叹,你现在可是我苍剑宗宗主。 叶玄道,我想将宗主之位给两位师叔。 苍玄连忙摇头,不行,你是宗主亲定的宗主,除了你之外,谁也不能做这苍剑宗宗主。 顾小贤也是微微点头,你现在就是苍剑宗宗主,哪怕你去了道义学院,你也是苍剑宗宗主。 叶玄还想说什么,顾小贤看了他一眼,这是你的责任,不要多说了,明白吗? 叶玄苦笑了笑,然后点头,好。 顾小贤微微点头,什么时候走? 叶玄笑道,我事情已经处理得差不多,所以,明天就走。 顾小贤看了一眼叶玄,记得带着他回来。 顾小贤正色道,一定,夜晚,顾小贤离开了苍剑宗,他并没有离开,而是回到了青州。 他还有一个人要见,宁国,拓跋燕寝宫内,正在批阅奏折的拓跋燕突然抬头,在他面前不远处站着一名男子,正是顾小贤。 拓跋燕收回目光,继续批跃,顾小贤走到拓跋燕面前,我要离开青苍剑了。 拓跋燕手微微一颤,他没有抬头,继续看着奏折。 一旋沉默了片刻,然后转身离去,他速度很快,无声无息消失在了店内。 拓跋燕豁然抬头,当看到店中空空如也时,他顿时愣住了。 很快,他起身走到店外,店外也是空空如也,什么也没有。 拓跋燕愣了许久,突然,一道声音自他耳边响起,在找我吗? 正是叶玄的声音,拓跋燕靠在叶玄怀里,轻声道,你要离开了吗? 叶玄点头,离开青苍剑,拓跋燕道,还回来吗? 叶玄道,会,什么时候,不知道,拓跋燕沉默了。 叶玄轻声道,要与我一起离开吗? 拓跋燕摇头,只要你还回来就可以了。 叶玄想了想,然后点头,好。 半个时辰后,叶玄就要离开,而拓跋燕突然轻声道,今晚就留下来吧。 叶玄愣了愣,然后咧嘴一笑,好,一夜春风银,第二天,天刚亮,叶玄便是离开了宁国。 这一次,叶玄没有再回中土神州,她找到了最先楼,然后乘坐了一艘小型星云剑朝着域外星空而去。 星云剑上,叶玄回头看着下方,青苍剑越来越小。 就这么要离开了,叶玄心中有着一丝复杂,她没有想到自己会离开青州,离开青苍剑。 什么时候回来,叶玄摇了摇头,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,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她一定会回来。 过了许久,星云剑进入了星空之中,这是叶玄第一次进入星空之中,看着无尽星空,叶玄再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。 渺小,人类在这浩瀚宇宙前,是何等的渺小? 就在这时,远处星空之中突然出现一艘星云剑,那艘星云剑速度极快,眨眼间便是来到了叶玄这艘星云剑前。 一名中年男子自那艘星云剑之中飞了出来,中年男子俯视着叶玄,可是自青苍界而来。 叶玄点头,是,隔下是,中年男子冷声道,那叶玄就在青苍界。 叶玄愣了愣,然后问,你们找叶玄。 中年男子眉头微皱,你知道叶玄,一玄点了点头,听过,不知隔下找他做什么。 中年男子半声道,听说星际悬赏榜榜一只物在他手中,所以,想来找他借来用用。 闻言,叶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,第347章接他回家,星际悬赏榜,一玄脸色滴沉如水,他知道,借玉塔的事情肯定是传出去了。 这时,那中年男子突然道,当我说出叶玄时,你脸色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,怎么,你与他很熟。 还是说,你就是叶玄。 闻言,叶玄抬头面向中年男子,你看我像叶玄吗? 中年男子打亮了一眼叶玄,传闻那叶玄是一位见修,而且还是一位见仙,而你,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见义,你也是见修,对吗? 叶玄笑道,是,中年男子双眼微眯,那这么说,你就是叶玄。 叶玄点头,是,见到叶玄承认,中年男子嘴角微微掀了起来,看来,我运气不错。 叶玄笑道,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做呢? 中年男子嘴角笑容扩大,你猜,叶玄想了想,然后道,夺宝,然后杀人灭口。 中年男子愣了愣,然后大笑道,猜对了。 声音落下,他整个人直接消失在了原地,叶玄耳中突然响起一道吃的声音,紧接着便是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威压笼罩住了他。 破空镜,如果是在之前,他面对破空镜强者,肯定是非常吃力的,但是现在,在吞噬掉护剑盟主上灵魂以及那些强者之后,面对万空镜强者,他已经没有任何压力。 叶玄突然拔剑,剑光闪,剑收。 诗,一道血液喷射的声音突然响起,场中安静了下来,叶玄不知何时已经在中年男子身后,而此刻,中年男子喉咙处,鲜血激射。 中年男子呆滞地看着前方,懒懒道,你居然这么强,中年男子身后,叶玄道,怪我喽。 中年男子,叶玄拿出铲幼戒,很快,中年男子直接被叶玄吸收。 叶玄发现,这铲幼戒的作用就是吸收灵魂、精神力,还有人体内的能量。 不得不说,这还是有伤天合的,当然,他不会为了修炼故意去吞噬别人。 而对于想要杀他的敌人,对他叶玄来说,再怎么残忍都不为过。 片刻后,叶玄乘坐的星云剑继续启程,星云剑上,叶玄清点了一下自己现在的零食与宝物。 他现在紫园金足足有一百万,而极品零食,都被他换成紫园金。 至于宝物工法一类,他大多都留给了苍兰学院与苍剑宗,天接剑他现在一共有四柄。 而其余的天接宝物,杂七杂八的有十三件。 至于天接之下的,他全部留给了苍兰学院与苍剑宗,他现在东西不多,但都是最好的。 而且,这还是他留了一大部分给苍兰学院以及苍剑宗,不然,他更多。 今万枚紫园金就能够买一柄天接灵器,因此,他现在有一百万紫园金,可以说,算得上非常非常富有了。 而修为方面,他现在是真欲法进巅峰,剑仙,除此之外,他吞噬的那些强者,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吸收,可以说,一旦完全吸收,他的实力肯定还能够提升一大截。 不得不说,在青仓界,他已经算是最顶尖的强者了。 但是叶玄很清楚,他的敌人,不是在青仓界,而是这个塔,还有那些基于这个塔的人,还有塔内那些王八蛋。 对于这些人来说,他还是弱的,还需努力,到一学院,叶玄抬头面向远处,远处是茫茫星空,无边无际,没有尽头。 出了青仓界,对他来说,眼前这片星空就是一个新的世界了。 就在这时,一名老者出现在了叶玄身旁,老者对着叶玄微微一礼,叶公子,离到艺学院还有十日的路程,这期间,可能会遇到星空乱石流,所以,叶公子要小心些才行。 一旋点了点头,我会小心的,老者微微一礼,转身退了下去,一旋回到了自己房间,接着,他进入了界狱塔。 刚进塔,小灵儿便是飘到了他面前,他咧嘴一笑,然后伸出了小手。 叶玄笑了笑,然后拿出了两枚灵果递给小灵儿,见到灵果,小灵儿眼睛顿时一亮,一把抱了过去。 叶玄打发小灵儿后,他来到了第二层,第二层内,二楼大神还在,并没有走。 二楼大神看了一眼叶玄,没有说话,叶玄走到二楼大神面前,之前在塔内说话的是四楼那个吗? 他可没忘记,宿群女子在时,这塔内有个声音在反抗宿群女子。 而且,那个人还扬言要搞死他,二楼大神摇头,吃上的,不过究竟是第几层的,我也不知。 更上面的,叶玄沈声道,我现在是塔主,我能搞死他吗? 二楼大神诞声道,大白天的,做什么梦? 叶玄,二楼大神又道,除非是此塔完全恢复, 且你完全掌控此塔,那时,塔内所有生灵的生死,都在你一面之间。 叶玄摇头一叹,有些无奈,这个塔什么时候恢复,他完全不知道,而他什么时候能真正掌控这个塔,他也不知道。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,塔内那些家伙想搞死他。 而那些想要塔的人,也会来搞他。 次是知道叶玄所想,二楼大神冷声道,你可知,这天地间有多少人想得到此塔。 而你问问自己,得到此塔之后,你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? 叶玄想了想,也是,若不是这塔,他与叶玲的命运怕是会很凄惨。 虽然这一路来,他自己也很努力,但不可否认,没有这点机缘,他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。 二楼大神又道,此塔已经被他镇压,但是,你要记住,日后千万莫要随意催动此塔,否则,此塔封印破碎,你神魂必受重创。 除此之外,那些家伙一旦出来,他们必定会杀你夺宝。 叶玄轻声道,我这是带了一座火山在身上啊。 二楼大神诞声道,知足吧。 说完,他双眼缓缓闭了起来,叶玄犹豫了下,然后道,那个,你这伤什么时候好呢? 二楼大神没有回答,叶玄无语,也没有再问,离开了监狱塔。 房间内,叶玄盘坐在床上,双眼闭着,稳固境界,他达到真欲法境没有多久,这个境界,他还没有彻底稳固,不然,他完全可以弄剑来继续突破。 就在叶玄离开青苍界不久,十几人突然来到了中土神州的苍剑宗,为首的是一名中年男子。 十几人刚到苍剑宗,苍玄便是出现在了十几人面前。 苍玄看了十几人一眼,审声道,你们是。 中年男子诞声道,那叶玄可是在这苍剑宗。 苍玄眉头微皱,你们寻他。 中年男子点头,苍玄审声道,他已不在苍剑宗。 问题,中年男子眉头皱起,那他在何处? 苍玄看了中年男子几人一眼,审声道,终未找他是。 中年男子笑道,找他问点事。 苍玄微微点头,他已经离开青苍界,至于去了何处,我也不知。 离开青苍界,闻言,中年男子眉头皱得更深了。 片刻后,中年男子带着十几人转身离去。 看着中年男子等人,苍玄眼中有着一丝担忧。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批人来找叶玄,这是第九批人了。 都是来找叶玄,而这些来的人,都是破空尽强者。 片刻后,苍玄低声一叹,转身离去。 而另一边,中年男子等人离开之后,并没有直接离开青苍界。 中年男子看了身旁十几人一眼,很快,十几人转身离去。 大约一个时辰后,十几人回到了中年男子身旁。 一名老者走到中年男子面前,审声道,已调查清楚,叶玄确实已经离开青苍界。 离开青苍界,中年男子沉默了片刻,然后道,必须找到此人,万万不能让此塔落入别人手中。 传令下去,让我们的人放下手中之势,全力追查此人。 老者微微点头,明白,很快,十几人离开了青苍界。 而就在十几人离开青苍界后不久,一名黑衣人突然来到了苍剑宗。 苍剑店内,苍玄看着眼前的黑衣人,阁下也是来寻叶玄的。 黑衣人审声道,他不在苍剑宗。 苍玄点头,已经离开。 黑衣人沉默了,苍玄看了一眼黑衣人,阁下是。 黑衣人轻声道,我是来接他的。 苍玄有些诧异,接他。 黑衣人点头,接他回独孤家。 苍玄有些不解,独孤家。 他好像信业,黑衣人摇头,他身上有我独孤家的血脉。 这一次,我是特意来接他回独孤家的。 苍玄还想问什么,黑衣人却是已转身离去。 苍剑宗外,黑衣人低声一叹,走了也好,说着,他似是想到什么。 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,家族知道他身怀重宝,却不知道他身后有一位至强者。 而且,小姐还求在无间炼狱,这日后怕是要出大事啊。 原地,黑衣人沉默了许久许久后,他又道,不行,必须得去寻他,只有他才能救小姐。 说完,他转身消失在了天际尽头。 第348章目道一,五日后,叶玄所乘坐的星云剑停了下来。 叶玄房间外,一道声音响起,叶公子,我们已道道一城。 片刻后,房门打开,叶玄走了出来。 看到叶玄,老者顿时愣住,此时的叶玄还是原来模样,但是身上却有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 这种味道,他也说不清,但能够感受到。 叶玄问,到了,老者回过神来,连忙道,还未道,不过,我们已经道道一城,此城是道一学院的附属城,离道一学院不远。 还有就是,一般人是不能随意去道一学院的,只有通过考核的人才能进入道一学院。 叶玄又问,要进入这道一学院,需要达到什么条件吗? 老者笑道,具体的我不知道,不过,以叶公子的实力,是绝对可以进入这道一学院的。 叶玄微微一笑,这可不一定,老者笑道,叶公子谦虚了,叶玄笑了笑,然后与老者走出了房间,云界上,叶玄看向远处。 在视线尽头的星空之中,那里屹立着一座巨城,城很大,宛如一尊庞大的巨兽,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 在之前,他见过万寿城与云空城,这两座城可以说是青仓界最大的城。 特别是万寿城,当时可是把他震惊得不行。 然而现在他发现,那两座城与眼前这座道一城相比,不对,根本没有可比性。 眼前这座城,已经不是人力可以建成的。 叶玄身旁,老者突然道,叶公子,你可知这道一城的来历。 叶玄摇头,老者笑道,这道一城可不简单,说到这道一城,就不得不提一个人物,穆道一。 穆道一,叶玄问,何人? 老者微微一笑,这穆道一,可是这未央心律的一个传奇人物。 此人之天赋,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恐怖的,他十二岁便是已达到真御法径, 并且还正道武神,几乎是这未央心律历史以来最年轻的武神。 文言,叶玄神色顿时凝重了起来,十二岁的真御法径,而且,还是一位武神。 这种人,也太妖念了点啊。 老者又道,除此之外,他还建立了一道义学院。 这所学院,是整个未央心律最好的一座学院,也是未央心律一个超然势力。 当然,他之所以超然,除了本身强大的势力外,还有个就是,不参与外界任何斗争。 说到这,他看向叶玄,这道义学院可以说是聚集了未央心律无数世界的顶尖天才。 不说别界,就是我们青仓界五榜前五之人。 还有一些隐藏的妖孽,大多都已经进入了这道义学院。 因此,这道义学院还有一个外号,叫妖孽集中营。 妖孽集中营,叶玄微微点头,笑道,如此看来,这道义学院内的学员都不是简单之人啊。 老者点头,似是想到什么,他正色道,叶公子,我来之前,一楼主让我转告叶公子,能够进入这道义学院者,只有两种人,第一种,自身极其优秀,第二种,除了自身极其优秀者,背后还有超级势力,如护建盟,悬门之人。 护建盟,一悬眉头微皱,这护建盟也有人在这道义学院。 老者正色道,有,据我们得到的情报,在之前,护建盟一共有两位妖孽进入了这道义学院。 所以,叶公子若是进入道义学院,千万要小心,也莫要乱来,这学院内,虽有竞争,但严禁自相残杀。 叶玄笑道,放心,我不会乱来的,至于他们会不会乱来,我就不知道了。 老者苦笑,他是听过叶玄的,对叶玄的性格也是有些了解,他知道,这叶玄若是进入道义学院,这道义学院怕是不会平静了。 就在这时,叶玄突然问,那这木道义还在吗? 老者苦笑,这我就不知了,不过,似这等强者,应该是想死都难的。 叶玄点了点头,然后看向远处的道义城,我们进去吧。 叶玄身旁,老者连忙道,我就不与叶公子进去了。 这外界新云界若是要进城,是要交纳钢额的紫园经的,所以,还请叶公子见谅。 叶玄笑道,无妨,那你回去时,一路小心。 老者道,叶公子,一路保重,叶玄点了点头,没有再说什么,转身朝着远处道义城而去。 不一会,叶玄来到了道义城城门前,这道义城的城门族足有数十丈之高,人站在城门前,渺小得宛如一只蚂蚁。 叶玄进入了道义城,城内很繁华,人也多,而去都是修士。 不过还好,并没有那种真玉法镜强者如狗满地走的地步,至于破空镜,更是一个都没见到。 简然,即使是在这位央心玉,破空镜强者也是比较少的。 一旋来到了城中,在城中有一处高台,高台之上,有一根石来杖长的圆柱。 测试柱,一旋打听了一下,这座圆台就是道义学院留在这来测试那些想要加入道义学院的。 任何人都可以前来测试,只要合格,就有机会进入道义学院。 圆台上,已经有许多人在一个接着一个测试,一旋发现,这测试的方式很简单, 就是对着测试助权利益积极可。 而这测试助共分四段,四段分别代表着四个等级,分别是天段、地段、玄段、人段。 只要让人段部分亮起,就算合格。 而月玄发现,从他到这里,已经有三十多人去测试,而没有一个人让这人段部分亮起。 而这三十多人之中,大多都是二十来岁,而且,境界最低都是遇法境。 见到这一幕,月玄神色凝重了起来,玄发境强者都不能让这测试助的人段部分亮起。 由此可见,这道一学院招人是多么的严格,应该说是苛刻。 二十来岁的月玄发境,若是在清仓界,已经算是顶尖天才了。 而这里,只能算是一般,很快,去测试的人渐渐少了。 月玄想了想,然后走上了园台,在他面前,还有三人。 很快,前面两人都已经失败。 月玄走到园台前,他想了想,然后一拳轰在了测试柱上。 测试柱纹丝不动,见到这一幕,月玄心中颇为诧异。 这测试柱的难度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啊。 他刚才这一拳,可以说是相当于欲法境巅峰,然而这测试柱却是纹丝不动。 月玄想了想,正要拿出自己的剑,而就在此时,一道声音突然自他身后响起,这人怎么就没有一点自知之明。 月玄转身,在他面前站着一名女子,女子大约十八九岁,穿着一件荷叶裙,模样娇俏, 就是嘴唇略薄,稍显刻薄。 见到月玄转身,女子冷冷看了她一眼,不过是欲法境,却还要来测试,你这种人,就是抱有侥幸心理。 月玄笑道,你先来。 说完,她站到了一旁,女子却是没有上前,而是继续道,做人,要有自知之明。 一个人若是没有自知之明,就是无知,明白。 月玄转身道,你屁话怎么这么多,文言,女子眼神瞬间冰冷下来,你再说一遍,月玄道,我说你屁话怎么那么多,女子突然朝前一步,一股强大的威压突然笼罩住了月玄。 真欲法境气息,月玄站在原地没有动,丝毫没有受到女子那股气息的影响。 见到这一幕,女子带眉微醋,她冷冷打亮了一眼月玄,原来是留了一手。 月玄摇了摇头,你先测试吧。 她实在没有兴趣与一个小丫头片子纠缠。 女子突然走到月玄面前,她指示月玄,出手。 文言,月玄愣住,出手。 女子冷笑,你不是很厉害吗? 你出手啊,月玄有些无语,这他妈是什么奇葩。 女子突然怒吓,快点出手。 月玄想了想,下一刻,她突然消失在原地,转瞬。 砰,随着一道炸响声响起,女子直接飞了出去,这一飞,足足飞了百多丈。 见到这一幕,四周无数人顿时朝着这边看了过来,准确地说是看向月玄。 百丈外,那名女子看了看自己的右手,她的右手掌心已经裂开,鲜血正义。 沉默一瞬,女子抬头看向不远处的月玄,我眼捉了。 看来,你还是有两下子的。 月玄摇了摇头,唯有管女子,她转身走到那测试柱前,看着眼前的测试柱。 月玄微微一笑,她右手摊开,一柄剑出现在了她掌心之中,下一刻,她朝前就是一次。 剑刺入柱上,沉寂一瞬,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,那测试柱的人断部分亮了起来。 见到这一幕,场中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,人断部分亮起,这就意味着这是合格了啊。 然而就在这时,那人断之上的悬断突然亮了起来,见到这一幕,场中所有人直接愣住了。 而这时,人断之上的地断突然亮起,见到这一幕,周围所有人双眼圆睁,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 但就在这时,那测试柱最顶端的天断突然亮起。 这一刻,四周近的落真可闻。 第349章不帮,我就是不帮。 叶璇身后,那女子难以置信地看着叶璇,片刻后,她突然怒道,不可能。 绝对不可能,说着,她就朝着叶璇冲了过去。 见到这一幕,叶璇眉头微微皱了起来,而就在此时,一道怒吓声突然自远处响起,放肆。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,一股威压突然笼罩住了那女子,一瞬间,女子硬生生被逼停在原地。 这时,一名老者出现在了园台上,老者留着一撮山羊虎,很长,急凶。 老者冷冷看了一眼女子,此乃我到一学院测试之地,岂容你胡来。 女子看了一眼老者,有心畏惧,当下连忙深深一礼,见过风导师。 老者没有理女子,而是看向了不远处的叶璇,她打亮了一眼叶璇,问,见修。 叶璇微微一礼,正是,老者又问,见黄。 叶璇犹豫了下,然后点头,在她看来,什么都还是留一手比较好。 闻言,场中顿时响起一片道西凉气的声音。 见黄,如此年轻的见黄,即使是在这道一城,虽然不算最顶尖,但也算得上非常优秀的了。 而且,见修的战力往往都是非常强悍的。 听到叶璇的话,老者微微点头,不到二十岁的见黄,而且达到真欲法径,勉强算可以了。 你随我来,说完,她就要带着叶璇离去,而这时,不远处的那女子突然道,风导师,我也要测试。 风导师看向女子,那开始吧。 女子连忙走到那测试柱前,她双手相叠沉于腹部,一股无形的气流顿时自她体内散了开来。 下一刻,她一声轻喝,猛的一掌拍在了测试柱上,一瞬间,测试柱微微一颤。 很快,在众人目光之中,测试柱人段部分亮起,而还未结束,不到半夕,地段部分也随之亮起。 就在众人以为要结束时,天段部分也失亮了起来,但很快便是随之吸了下来。 见到这一幕,女子那微白的脸色顿时露出了一抹笑容,她连忙站到一旁,然后看着风导师。 风导师微微沉吟,然后道,随我一起来吧。 闻言,女子脸上那抹笑容顿时越发灿烂了,而就在此刻,一名男子突然走上了园台上,男子大约二十来岁, 穿着一件布衣,脚上是一双铁鞋,每走一步都会响起一道洪亮的声音。 男子直接走到了测试柱前,然后一拳轰出。 轰,一瞬间,整个测试柱顶端直接亮了起来。 天段,见到这一幕,场中众人大惊,纷纷看向布衣男子,眼中充满了好奇。 那风导师眼中也是有着一丝诧异,他打亮了一眼布衣男子,你是修炼肉身。 不衣男子点头,是。 风导师微微一笑,能将肉身修炼到这种程度,难得。 难得,你随我一起来。 说完,他转身离去,夜玄三人跟了上去。 很快,在风导师的带领下,三人来到了一片密林前。 风导师停下脚步,他转身看向夜玄三人。 到一学院就在这片山脉尽头,你们如果能够穿过这片山脉,活着到到一学院,你们就是到一学院的一员了。 而你们能分到哪一班,将取决于你们的表现。 夜玄连忙问,可有什么限制? 风导师道,没有任何限制。 说着,他看了三人一眼,不过,奉劝一句,你们三人最好是联手。 当然,我知道,似你们这种人,一般都无比的自负,很难与他人联手,也不会服别人。 如果你们不改变自己,马上就会吃到苦头。 说完,他转身消失在了天际尽头。 风导师走后,那不一男子直接朝着远处密林走去,而你死则是看了一眼夜玄,我一定比你先到。 说完,他也随之冲了出去,两人速度极快,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不远处。 夜玄想了想,然后遇见而起,然而很快,他脸色一变,因为一股强大的威压突然笼罩住了他,他越往上,那股威压便是越强,到最后,他不得不停了下来。 地面上,夜玄抬头看了一眼,果然,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。 沉默片刻后,夜玄进入了密林,密林内很安静,而似这种地方,越安静,这就证明事情越不简单。 夜玄加快脚步,而就在这时,他面前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颤动,很快,一头体型庞大的妖兽出现在了他面前。 妖兽形状如牛,全身漆黑,体型有数丈之高,四肢如柱,给人一种极大的压迫感。 夜玄面无表情,他释放出了自己的剑意,当感受到这股剑意时,那头妖兽微微一愣,原本眼中的胸光渐渐变成了凝重。 片刻后,他突然转身离去。 见到这一幕,夜玄愣住了,走了,这就走了。 片刻后,夜玄摇头一笑,不用说,肯定是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王八之气震慑住了对方。 不对,就在这时,夜玄突然转身,在他面前不远处,不知何时站着一名中年男子。 破空镜,夜玄眉头皱起,这到夜学院派来的。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夜玄,你就是夜玄。 文言,夜玄眉头皱得更深,你不是到夜学院的。 中年男子缓步走向夜玄,我等一路找你,可是找得好辛苦。 夜玄审声道,你们是谁? 中年男子诞声道,这你无须知道,将那塔交出来。 我饶你一死,借玉塔,夜玄心中一领,你是为了那塔而来。 中年男子停下脚步,笑道,此塔乃重宝,在你身上,对你而言就是无穷获释,我这是在帮你,你知道吗? 夜玄省声道,给你,你会放过我吗? 中年男子点头,当然,我要的是塔,又不是你的命。 夜玄想了想,然后道,这可是到夜学院,你们不怕招惹到夜学院。 中年男子笑道,这里只是到夜学院的外围,而且,你看看四周。 夜玄转头看了一眼四周,此刻他发现,他与中年男子十几帐外的地方已经模糊起来,好像是被什么阻隔了一般。 中年男子指示夜玄,还要反抗吗?夜玄摇头,不反抗。 中年男子笑道,那就交出来。 夜玄点了点头,正要说话,就在这时,中年男子突然消失在原地。 在此出现时,他已经在夜玄的面前,与此同时,他的手掌已经来到夜玄头顶。 夜玄反应极快,他又脚猛的一跺,整个人朝后退了数丈,然而,那中年男子的手掌依旧在他头顶。 夜玄心中一惊,没有再退,一股剑易自他体内席卷而出。 轰,随着一道闷响声响起,夜玄连连暴退,这一退,足足退了十多丈。 远处,中年男子看了一眼夜玄,实力不错。 声音落下,他右手缓缓握紧,一瞬间,他右手处的空间直接裂开,紧接着,一道道漆黑色的能量朝着他右手汇聚而去。 下一刻,他突然朝着夜玄暴射而去。 左过之处,他右手周围的空间直接开始寸寸崩裂。 而不远处,夜玄面无表情,他心念围动,一瞬间,一柄虚幻的剑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 空间之剑,夜玄右手握住剑,朝前就是一次。 一剑定生死,一剑出,空,一道人影直接飞了出去。 正是那中年男子,中年男子飞了三十多丈后,他左手朝后一拍,借助空间之力停了下来。 而此刻,他右手已经消失不见,中年男子看着夜玄,神色无比的凝重,还好没有低估你,不然,刚才这一剑可就要了我的命了。 夜玄持剑缓步走向中年男子,你究竟是何人? 中年男子正要说话,夜玄突然消失在原地,见到这一幕,中年男子脸色大变,他猛的一掌朝前披下,这一掌直接将他面前的空间撕了开来。 一股强大的力量自那片空间之中朝着他左手汇聚而来,接着又自掌心倾泻而出。 而这时,夜玄的剑至空,中年男子左手释放出来的那股力量瞬间碰碎,与此同时,他整指左手也直接化成了虚无。 中年男子当想后退,夜玄的剑突然抵在了他眉间。 中年男子死死盯着夜玄,你竟然是一位剑仙。 你,这时,夜玄的剑突然朝前一次。 诗,剑直接洞穿了中年男子眉间,夜玄收起剑,拿出了铲幽剑,很快,中年男子开始渐渐虚幻起来。 中年男子死死盯着夜玄,脸上满是疯狂之色,夜玄,你杀了我,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来找你,你是,屁话多。 夜玄突然迟剑一削,中年男子脑袋直接飞了出去。 很快,夜玄的产幽剑吸收掉了中年男子,而四周那道无形的结界也随之消失。 夜玄收起中年男子纳戒,纳戒内,有两件天机灵器,除此之外,还有三万美子圆金。 脚转一笔,夜玄心里美滋滋,很快,她朝着远处而去。 大约半个时辰后,夜玄面前不远处突然传来了打斗声,夜玄脚步加快,很快,她见到了一人,就是之前那名女子,而此刻,这女子正被三头妖兽围攻。 女子完全被压制,身上还有各处受伤,就在这时,女子突然看向夜玄,怒道,还不帮忙。 夜玄愣了愣,然后嘿嘿一笑,不帮,不帮,我就是不帮。 第三百五十张不给,打死你,听到夜玄的话,远处,那女子气得脸色铁金。 而夜玄却是根本没有理她,而是转身朝着不远处走去。 倒不是她小气,而是这种女人,就是惯不得。 这种女人,她曾经也见过不少,都是一些被家里人惯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 这种人,从来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,完全的自我。 夜玄走没多久,突然,她停了下来,而这时,一道牵引冲到了她面前,正是之前那名女子。 女子身上全是伤,此刻,她正目视着夜玄,仿佛要杀了夜玄一般。 夜玄诞声道,做什么? 女子怒道,你见死不救。 夜玄有心无语,大姐,我为什么要救你? 你忘记了吗? 你之前可是还要打我的。 女子冷声道,你一个大男人,怎如此小气? 小气,夜玄摇头一笑,不是小气,而是我不喜欢你,你明白吗? 还有,我与你无冤无仇,你别再招惹我,真的,我来这里后,我决定要低调一点,我不想到一个世界就被人追杀,太他妈糟心了。 说到这,她走到女子面前,低调,我要低调,你明白吗? 从清晨出来后,她基本就没有过过安稳的日子。 因此,来到这里后,她想低调一点,麻烦啊什么的,能少点就少一点。 听到夜玄的话,女子冷冷看了她一眼,讥讽道,低调。 你高调一个给我看看,你,就在这时,女子整个人瞬间暴退百丈之远,她刚一停下来,一柄剑直接抵在了她眉间。 女子有些呆滞,脑袋一片空白,她没有想到,自己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 夜玄咧嘴一笑,再来招惹我,我就打死你。 说完,她收起剑,朝着远处走去,原地,女子愣了许久许久才回过神来。 半个时辰后,夜玄穿过了密林,来到了一片峡谷之中,两边都是高山,直入云端。 夜玄走了一会,突然,她脸色勃然大变,朝后就是一闪,刚闪开,一块巨石突然砸落在了她原来所在的位置。 砰,整个大地剧烈一颤,夜玄转头看去,右边山上一块巨石上,那里有一尊妖兽,妖兽如人,双手双脚,但是头却宛如牛,且全身都是长长的毛。 妖兽看了一眼夜玄,下一刻,她纵身一跃,直接朝着夜玄冲了过来。 速度极快,前晚如一座小山砸来,这时,一个漆黑色剑侠出现在夜玄背后,下一刻,一柄飞剑突然自剑侠内飞展而出。 空中,空,随着一道炸响声响起,那尊妖兽连退摆杖,她刚一停下来,大地瞬间崩塌。 而在她头顶,悬浮着一柄剑,那尊主妖兽看了看自己胸前,在她胸前,有着一道极长的剑痕,皮肤已经被破开。 见到这一幕,妖兽神色瞬间争鸣起来,下一刻,她又脚猛的一跺,直接朝着远处的夜玄暴射而去,其所过之处,空间直接泛起一阵阵击颤,害人无比。 而这时,夜玄阁空一指,师,一柄剑光突然自她指尖击射而出,远处,那尊妖兽右手紧握成拳,猛的朝前就是一拳砸下,这一拳,瞬间便是蹦碎了夜玄那柄剑光,但就在这时,一柄剑突然斩在了她拳头上。 空,妖兽连连暴退,这一退,足足退了数十丈,而她刚一停下来,又是一柄剑朝着她头顶横斩而来。 妖兽眼瞳一缩,右脚猛跺大地,双臂朝上一架。 空,那尊妖兽脚下的大地瞬间蹦碎,紧接着,妖兽直接没入了地面之中,但是很快她又冲了出来,不过,她并没有再次出手,而是退到了一旁,此刻,她眼中是深深地净了。 一旦,夜玄没有管那头妖兽,继续朝着远处走去,而这时,那妖兽双手缓缓紧握起来。 夜玄突然停下,她持剑指了指不远处的那尊妖兽,若是再动手,我就杀了你。 闻言,那尊妖兽面目瞬间猙獰起来,狂妄。 声音落下,她双臂突然鼓起,一股强大的力量自她体内席卷而出。 而就在这时,一柄剑突然自那妖兽面前空间之中飞了出来。 瞬空一剑,那妖兽没有想到夜玄的剑如此神出鬼没,当下猝不及防,直接被这一剑斩在脑袋上。 砰,妖兽连退时来步,而她,硬生生扛住了夜玄这一剑。 那尊妖兽抬头看向夜玄,她右手猛的一拳朝着地面就是一轰。 轰,她面前的大地直接裂开,一股强大的力量席卷向夜玄。 这一刻,夜玄神色冷了下来,转瞬,她右手摊开,无数大地之力突然朝着她汇聚而来。 一瞬间,她右手之中出现了一柄金色的剑。 大地之剑,一旋手持大地之剑猛的朝前就是一剑。 空,无数大地之力自她剑间倾斜而出,这一剑之威,是真正的可以开天裂地。 这一剑落下,远处那妖兽释放出来的力量瞬间崩碎,与此同时,那尊妖兽连连暴退,这一退,足足退了百多丈,而她停下来后,身体直接裂开。 无数鲜血伴随着内脏倾泻一地。 夜玄走到那尊妖兽尸体面前,她正要收起那尊妖兽尸体,而就在这时,一道声音字一旁响起,尸体留下。 夜玄转身,来人,正是之前那名不依男子。 夜玄咧嘴一笑,为什么留下,不依男子直视夜玄,我要。 夜玄笑容越发灿烂,理由,不依男子右手缓缓紧握,不给,打死你。 就在这时,夜玄突然消失在原地,一瞬间,无数大地之力突然涌至不依男子面前。 夜玄道,剑至,这一剑,不单单有大地之力,还有善恶剑意。 感受到这一剑的威力,不依男子脸色一变,他又脚朝后退了小半步,脚踩大地,右手猛的一拳朝前就是一轰。 全剑相处,轰,一道惊天诈响声突然自场中响彻,与此同时,一道人影连连暴退。 这人,正是那不依男子,这一退,不依男子足足退了百多丈,而他刚一停下来,一柄剑又是朝着他斩了下来。 哼,不依男子顺退数十丈,他刚一停下来,嘴角便是溢出了一抹鲜血,与此同时,一柄剑敲无声吸底在了他眉间,而夜玄还在数十丈外。 夜玄看着不依男子,笑道,我看着是不是特好欺负啊? 不依男子盯着夜玄,你隐藏了实力,夜玄走到不依男子面前,他打亮了一眼不依男子,你很冷静,是有所依障吗? 不依男子指示夜玄,要杀就杀,废话何必那么多? 夜玄咧嘴一笑,而就在这时,一道声音字一旁传来,住手。 声音落下,夜玄转身看去,不远处,一名老者自处空间之中走了出来。 破空尽强者,老者冷冷盯着夜玄,放了他,夜玄笑道,你说放就放,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? 老者双眼微眯,眼中寒芒闪烁,你知道你是在对谁说话吗? 夜玄笑道,我不知道,老者右手缓缓握紧,老夫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放了他,不然,这道一学院,你一辈子也别想尽。 夜玄微微点头,我明白了,你是道一学院的。 老者冷声道,放人,夜玄想了想,然后道,我觉得,我们得讲点道理,是他,就在这时,老者突然怒道,老夫不想听你屁话,赶紧给老夫放人。 声音落下,他朝前踏出一步,一股强大的威压朝着夜玄席卷而去。 而就在这时,夜玄右手持剑猛的朝前就是一次。 诗,不依男子眉间直接被冻穿,牵血剑射,见到这一幕,老者直接呆住了。 而夜玄面前的那名不依男子也是双眼圆征,眼中有些难以置信,但是很快又变成了后悔。 他知道,自己遇到狠角色了,之所以有些后悔,是因为原本不用发展到这个地步的。 当然,他也没有想到,在老者出现后,夜玄竟然还敢杀他。 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,在不依男子被夜玄杀了之后,另一边那名老者直接呆住了。 下一刻,他一下跑到那不依男子面前,看着面前不依男子的尸体,老者老泪一下就流了出来。 爷爷与你说了,你直接就可以进入道义学院,根本不需要来参加测试,你偏偏不听。 你就是不听,说到这,他突然转身看向不远处的夜玄,神色争鸣无比,你该死。 你该死,声音落下,他直接朝着夜玄暴射而去。 远处,夜玄提着剑朝前一个急冲,然后猛的就是一盏。 一剑定生死,一剑落下,空,一道诈响声宛如惊雷一般在场中响彻而起。 夜玄与老者一触即分,两人连退数十丈。 老者停下来后,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夜玄,你,显然,他没有想到夜玄的实力如此强大。 远处,夜玄诞声道,怎么,道义学院的导师可以随意对来参加考核的人出手。 老者怒道,你在我道义学院擅自杀人,我作为道义学院导师,自然有权处理,你,夜玄突然打断老者的话,怎么,现在要跟我讲屁话了。 老子刚才要与你讲,你与你孙子不是很牛掰吗?不是不听吗? 现在,老子不想讲,也不想听,声音落下,他直接朝着老者冲了过去。